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早晨早晨,踏入退休生活兩個月 這兩個月對我來說有什麼大變化呢? 今天又和大家閒話加上 我都說每個月就像親戚一樣 和大家吹水是最開心的 還沒吹水之前,近期天氣寒冷了很多 大家最重要是保暖,注重身體 我以前都這樣說 退休第一個月,外出時遇到很多網友 第一句都會問,星星,左手怎樣? 最近身體的狀態如何? 我左手的狀況又好很多 近期我多次去打籃球 我買了一個籃球去打 做一些舉籃球、射球的動作 在打籃球的過程當中 對自己的左手各方面都會有不同的提升 除了打籃球還有什麼運動呢? 眾所周知,我很喜歡踏單車 我都一個星期會出去踏單車 我多數在沙田,沙田一帶踏單車 很多網友都會在沙田看到我 亦是相當開心 又傾談了很多 自己踏單車的路線 我就不多介紹了 因為都是很視乎個人 大家可以在沙田的單車徑 沙田踏單車大埔 我自己很感恩一件事 碰到很多網友都給了我很多慰問 特別是下西灣河、沙基灣 下油麻地的舊區 碰到很多街坊 自己很開心 近期很多網友碰到我 很多網友都會跟我說一個問題 就是說 喂星星 其實你也是很年輕的 很多網友說我真人的樣子 比上鏡好多的 我也承認是的 這樣大家 為什麼我經常都要喝一口飲料 才和大家吹吹水呢? 因為喝完飲料的樣子會好些 大家覺不覺呢? 如果覺的就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職人出的頻道 加入我頻道會員支持一下 不覺的都要給我一個讚 加入我會員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 近期出家大家 第二個問題就會問 喂星星 你的陳皮怎樣? 陳皮不是在嗎? 我們中菜廚師用陳皮入讚 用一個煮食的角度和大家分享 都希望大家有時間自己戒一下 現在天氣寒冷了又乾燥了 自己戒一些陳皮出去 曬一下真正的太陽 這些才是陳皮的 其他的事情就不多說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問題 很多網友都問我 喂星星 其實你都很年輕的 為什麼你這麼年輕 你會退休啊? 或者是不做事啊? 首先來清楚 我真的退休了 過緊我自己的退休生活 還有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至於我自己想做的事 是不是我不是在做工作呢? 這件事我之前已經是釐清楚了 在我自己的理念當中 我沒有了一份長功 就是當自己退休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三年前大病的時候 我老闆上來探望我 我也是曾經跟其他同事說過 我老闆說這份是我最後一份的長功 我都不知道自己會做多久 還有沒有什麼 當時我自己的想法當然是 希望最好做到六十五歲 自己身體大病一場 感受很深刻的 大病過程當中 我都說過很多次 整身 插滿喉管 躺在床上 以後的生活怎樣 自己都不知道 唯有就是 一步一步的訓練自己 很感恩也很開心 可以重返以前的工作崗位 這樣 頭尾都做了三年 我回到以前的工作崗位當中 我自己就體會很深刻 這樣想了很多東西 也是記錄了很多自己的片段 也是不是說 開始部署自己的退休生活 也是 將自己的退休生活 退前了 退前了 有十年 很多網友都問我 喂 星星 其實你介不介要說自己多少歲 我真的介意 但我都會跟大家說 我一九六五年出生 我今年是五十五歲 很多網友都知道我是三月生日 我答應今年的三月已經足夠五十五歲 亦是很多人一個退休的界線來的 當然作為一個男人來說 五十五歲 去到六十五歲 是一個男人的事業 那個高峰期 我很多朋友現在都有一大盤生意 在打理中 或者在做一些餐廳的高層 都是一些管理階層 事實上是一個男人 這段時間是高峰期 對於我自己來說 大病一場之後 我將我自己的高峰期 就退前了五年 甚至十年 我現在退休生活 我都是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經常都說 健康是最重要的 是無價的 有個健康的生活 那你才可以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健康是要慢慢儲回來的 那怎樣儲存這些健康呢 就是之前肥的時候 一段時間 喜歡吃東西 暴飲暴食 又少運動 那很慶幸我肥的時候 當中我喜歡駛單車的 那我始終都有一定的運動量 也是踩單車救回自己 為什麼呢 踩單車可以訓練到自己的心肺功能 當你入到醫院 遇到有什麼重大事故 你心肺功能 會幫你很多 為什麼呢 做手術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大病的時候 我三個幾月當中 入了五次手術室 靠什麼 靠心肺功能 靠意志 靠一班醫護人員 所以我自己是很敬重醫護人員 我體會很深刻 一班醫護人員 很無私地去照顧病人 我自己感受很深刻 更加深刻的就是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正正是感受到一個人 入了手術室 都不知道出不出那種感受 所以從而令到我自己有一個提早退休的意欲 我現在都是很平常心的 有健康代表是有錢的 每樣東西都很平常心去看的 在我現在拍攝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網友都給我很多意見 特別是三年前開始 對阿 阿 星星 你拍你的東西 你哪有人看阿 會煮東西的 又覺得你差 不懂煮東西的又不知你說什麼 你經常拍的東西 又拍到好像語場片這麼長 你哪有市場有人看 你拍短一點 拍五六分鐘的就最好阿 我明白阿 我絕對都明白阿 我三年前已經開始明白阿 我上個星期再拍個羊腩煲 拍了二十幾三十分鐘 我都全部剪出來 為甚麼阿 我初心是沒有變的 我都是將一些烹調流程 那些細節位紀錄低 自己又看下 師兄弟又看下 要和大家分享下 好感恩一件事 就是這個羊腩煲 上了Youtube熱爆影片流行榜 最高就上了第四位 我自己就相當感恩和開心阿 有些就真的 是自己也是此料不及的 有些網友說我變了 其實我真的變了 我拍的東西越變又越長阿 那越變越長 是不是代表你賺的錢會多了阿 會甚麼是甚麼呢 剛才已經說過了 Youtube最佳的影片 六分鐘至十分鐘阿 你拍到這麼長 你哪有市場阿 但我這個理念 我是不會變的 因為我始終都是 純粹是分享我自己的烹調經驗阿 我都說過了 現在聰明就真的不聰明 也是推步阿 我們行內一句說話叫做回堂阿 甚麼叫回堂阿 游水阿 越游是越回堂阿 我們真的會回堂阿 廚藝呢 你要經常去練的 好像打功夫那樣阿 你不練他 你刀工你不練他 你始終你都會有退步的一日 好像我們埋鑊炒工那樣 我現在埋鑊炒工那樣 是不是不懂得炒呢 當然沒有我之前做茶餐廳的狀態 埋鑊炒幾個小時 好像我之前去師兄弟探辦 炒十碟八碟都沒有問題 好像我那時候由十一點半炒飯 炒到下午四點半 沒有停手的 不停地炒 現在這樣炒不炒到呢 現在這樣當然是炒不到 因為人年紀大了 機能又不同了 始終我們的基本功還在 現在跟大家說烹飪、煮食 都是說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亦有很多網友都給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就是說 喂 師兄 你為何要出去拍酒店自助餐 你不說一些食評 你不談一下別人的東西 你談別人的東西 你會多人看很多的 我三年前已經知道了 我在很多影片都說過 我自己身為業界分子 第二 我們做廚師 我們是很明白烹調當中的苦與樂 一間食物店做得好是必然的 做得不好有很多一些既定的因素 當然 我出去 如果我講一間食店 我只是那間食店名字 我打個伏字下去 我的影片 就必定會多人看過現在很多的 但是 我都是沒有這樣做的 我每一條片都賺 是的 我每一條片都賺的 我是沒有批評別人說什麼什麼什麼 吃到那間 當然有些會好吃 有些會不好吃 食物和價錢掛了歐 價錢和環境和招呼也是掛了歐 大家就可以去衡量一下 當然如果我們只是批評那些東西 那就有很多東西批評 你出去賺那間餐廳 賺到天上有地下無 我可以去那間餐廳 講負評講三天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認識的 我們很多東西都不講那些東西 因為有我自己出去那些餐廳玩 我都是出去旅遊 我都是自費給錢出去旅遊 我都是出去享受 吃到好的就開心 吃到不適合的 那就嘗試一下 嘩 做到這樣都沒有生意 幾開心 至於看我食評的 就看主食 講烹飪 講這些 當中都會帶出很多烹調的知識 食物的知識 從而你是會領略到 原來這個炸雞這樣炸 原來有這麼多步驟 才會做到皮脆肉亂 那你有機會出去吃一隻炸雞 那你就會明白到 嘩 這個炸雞 為什麼會整個炸雞 為什麼會整個炸雞 做得過腦 那就可以整個炸雞 整個炸雞 入口好像是香口膠 那你會明白當中的道理 我們就不會出去批評其他的行家 或者什麼 始終我現在都是飲食業一份子來的 那至於我現在都是做我自己喜歡的事 那特別是這幾天冷了 我都會去其他的老人中心做義工 那樣 煮少少東西給那些長者老人家吃 提醒那些老人家 記得要保暖 注意身體 那樣 我都藉著這個機會 就是和大家再說一聲 關顧一下身邊的老人家 特別是天時凍日子 那很多時候我們會出到公園 都會看到那些貢嬰婆婆 那樣 在那裡 坐在那裡 在那裡曬 或吹風 都提一提去 最重要是身體 不要凍涼 那我自己有時候 那些老人中心都會 除了煮食都會和那些貢嬰婆婆 玩遊戲 因為我之前有 有條影片 我都會 講過一下 當中那些 那些 那些 分享位 那這次就不在那裡說 那這些出去做義工 都是純粹 自己 想說 就是 對老人家 那樣一份 關懷 那些都是 出著自己的 內心 那 那 有 那些網友說 不如你出去 拍下那些老人中心做義工 那些片段 那我也曾經有考慮過的 但是 我都是說 就是 出於自己的 內心出去做 那有時候我自己 靜靜地出去做 那 煮東西給老人家吃 那當然也不是 什麼好東西 我上次都是煮麻婆豆腐 那樣 就 煮了一個粥 那樣 就是跟老人家分享一下 和他們玩一些遊戲 那 那 去到 日後 那會有什麼 展望 或者會有什麼 首先我都是會 以健康 首位 家人第二位 那樣 網友 朋友 第三位 我自己都會出回很多以前住過的地方 舊區 出去懷面一下 又拍攝一些影片 紀錄下 又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樣 自從上次西灣河 我那個《聖十字經》《村懷舊》編出了之後 那樣 真的 得到 那個回響 真的 真的相當之大 原來有很多西灣河 沙基灣街坊 那樣 就是 我拍完西灣河 然後回到沙基灣那裡拍 大家看的影片 我當天遇到十幾個不同的街坊網友 就是對我很多懷念的慰問 在東大街 有一個女網友 她用責任車 就是下車 就是跟我說 我自己就很感恩 那日後都會出回去 多些不同的地方 這樣 拍下我自己 有時候出去行山 看風景那些 拍下這些 這樣 商業那些 又會拍少少 煮食那些 因為 我始終都要開飯 對不對 那希望大家 多些支持我 星星的職人出水頻道 有大家的支持 那我才可以 拍多些我自己的 維持我自己的理念去拍 那我不會拍一些兩三分鐘的煮食影片 那在烹調我亦不是很建議大家用一些觀治過止的方式去做 我這攀任影片 我很多時候都叫大家 多些 嘗試去煮 當然 你看到我星星的職人出水影片 你一步到位 你是厲害的 那你不是一步到位 你幾步才到位 你會更加厲害 因為為什麼 你在幾步到位當中 你是吸收到很多不同類型的烹調資訊 從而令自己去進步 這個才是重點來的 我們做了幾十年 現在有些烹調的細節位 都還是去鑽研 令到自己進步 這樣烹調煮食 我都希望大家是一個樂趣來的 特別是在家裡 慢慢做 又不要心急 那如果急的話又怎樣 好像煮快餐一樣 就說部署 那哪些主食比職業廚師厲害 我們都不是說厲害的是什麼 我們是厲害的是基本工和部署 那明天 哇 全家人都回家來吃飯 那我今天沒有空 那部署訂一些東西 先炆好兩個菜 先炆好排骨 先炆好鹹雞 那你已經有兩個菜 早上煮個湯 晚上吃個菜 蒸條魚一樣 一家人一起吃 那就很快 這些是說部署的 那你臨急臨忙 先拿冬菇出來浸 又說拿到微波爐那些乾冬菇 一丁一丁 那好不好吃 又浪費功夫又不好吃 那你預先一晚浸了 那你就快了 再不是趕不及的 就拿些鮮冬菇出來做 一定好吃 一定比你 平平平平平的 拿些乾冬菇出來 丁一丁去 我們行內職業廚師 有一句說話 流程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之餘 其實你摸了低 你都是 原來放屁 你是做不到事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職業廚師 我們不做些無謂的事 你看到我 我在網上也是 我出去拍攝旅遊 我會很輕鬆 我會甚麼都說 和大家唱歌 也沒問題 但是我們也埋到位 特別去到烹調的細節位 我們都是很認真地說給大家網友 為何我們會這麼甚麼呢 我們都是尊重食物 尊重自己的專業 尊重網友 雖然我煮東西 我不露養 但是你看我的語氣 我在烹調的過程當中 我絕對是尊重這三樣東西 有很多網友都說 不如你露我的樣子出來 輕鬆鬆 我煮東西很輕鬆的 特別是在家裡 但是我們輕鬆之餘 我們都是很尊重自己的專業 我今天都不知道說到哪裏 說到多久 我上次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 壞消息就是我現在沒有工作 一個月和大家推出一次 夠不夠呢 大家又可以留言 不夠的 一個星期推出一次好不好 又可以留言 再不夠的 每天推出一次 就是壞消息 大家都不想我見到這麼多 說話又長又撐 又不知道我說什麼 我自己都是改善當中 希望不要再退步 我自己又很欣賞 一些說話聰明的人 特別是在電視 我也曾經公開講過 我很欣賞兩個說話聰明的人 第一個是黃子華 黃毓民 電台DJ 林海峰 我自己都是相比之隱上 如果電視明星的話 更加不用說 我還是看回星爺 我跟威龍兒 經常都拿出來看 今天的吹水篇 差不多到此為止 感謝大家支持我 職人吹水的頻道 喜歡這條影片的網友 就給我個讚個星星 跟我分享一下 最重要是按一下小鈴鐺 因為我的影片 收睇率又偏低 訂閱率又偏低 純粹是大家沒有按小鈴鐺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分享煮食 拜拜